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感应品第106集 有两句话 不和其食 不尽其夫 这两句实际上的夫妇 夫妇是人伦的根本 中国几千年来 古圣先贤的教育 把这个问题作为核心 入佛的教诲 我们在讲习里面常常提到 他教导我们的实际上只有三桩思绪 第一桩是让我们明了人与人的关系 这就是伦理的教育 第二桩是教我们明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面对着的现实生活的社会 第三桩是教导我们明了人与天地归神的关系 与整个宇宙的关系 这些都明白了 这是真实智慧 在佛家家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这些关系里面 真实的核心是在夫妇 所以能力 这个能场教育 夫妇是同住在一个房间 这是圈子最小的 房间之外 这是家 家里面 上面有父母 下有儿女 平辈有兄弟姐妹 这是个家 家的外面是社会 是锅 这个锅里面 在上面 是有领导人 有领导与被领导 平辈有朋友 有同学 这是五轮的社会 那么用现代化来讲 这自自然然是一个多元文化 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文化 它是多元的 如果核心 都做不好 夫妇不和 这个家还能和吗 社会还能安定吗 国家还能太平吗 统统都谈不上 所以极兴 祸福的根 在哪里 在加十 在十 明白这个道理 才晓得中国古时候 男女结婚 婚礼 为什么那么隆重 为什么那么样的繁琐 无非是表示 这个是人生一桩大死 这个人生不是指你们结婚两个人 是整个人类的大死 你们想想看 家 兴衰 社会的安慰 国家的兴亡 世界的和平与动乱 这个根在这个地方 这叫大死 那么我们再看看 现代社会 中国外国 这个根没有了 连根拔出了 要想社会不动乱 这不可能的 古人所谓 家不家 在过不过 家不像家了 过就不像过了 家怎么样像家呢 夫妻要红 去重新 纵然夫妻 有 争论 或者有不愉快的事情 他会想到 这个影响太大了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危 影响到一切众生的 祸 那么想到这一点 这个心瓶气祸 也就什么都能够忍 什么都能让 彼此都能忍 彼此都能让一步 这家就和母了 现在这个道理 没有人讲了 也听不到了 古时候的社会 一个世纪之情 父母还用这些道理 来叫子女 老师也会以这个道理 来讲给学生听 我们从小还听到这一点 可是比我小五岁的 大概都没听到 都听不到了 比我大五岁的 听得比我多 印象比我深刻 我们韩广长比我大五岁 他对于这些道理 听得比我多 知道 这个做人的根本 这是伦长大道 中国古代的教学 可以说 一直到清朝末年 民国 才把这个事情 俗获了 那么近代半个世纪 没有人再提起这个问题 末光 所着重的科技 工商业 如何致富 上下 增利 这还得了吗 居上尉的 增民多利 在下的校民 看到上尉 他就学习 去模仿 所以今天 局势之人 都在增出名利 这怎么得了 这个世界 很能住吗 我们 说不信 存在这个时代 要受尽 折磨 也可以说 我们有信 存在这个时代 尽心尽力 为正法 做一点事情 究竟能做多少 不必去问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甚至 像古圣仙仙所谓的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是菩萨 这是大慈大悲 这真正是 旧世的 四页 纵然 我们在这一身现行 看不到果报 我们的果报 再来生 再来世 这份耕耘 如佛所说 给众生 种下菩提种子 这个种子 在他阿赖耶 十里面 不会消失 当他受尽苦难之后 业障消除了 这个善根种子 会发现 英语常说 风水以轮流转 这是一个大的风水 大的转变 这一般人常讲 一千年一个转变 中国人所谓 三十年一变 那是小的转变 这个世纪 大世纪 这是个大的转变 我们 我们有信 的人身 闻佛法 还能听到 这一点道理 这很难得 很不容易 这个诸解里面 一开端 父复活 二家道长 这一句话 是真理 永恒不变 这个道理 用在任何地方 都是正确的 准确的 这一个小团体 小团体里面 上下都能 核目 这个团体 希望 许许多多 我们同参 道友 从世界 许多 国家 地区 到新加坡 来参与 看到 居士林 你看人 这么多 上上下下 一团 核目 没有争论 没有吵架 没有打架 都非常 羡慕 都向 李会长 请教 你们 怎么能 做到 这么好 这值得我们 生死 值得我们 反省 能够做到 这一点 成绩 两个因素 领导的人 大公 无私 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 这个道场 天天 讲经 大家对于这些深的道理不能明了吗 粗浅的道理都懂 这两个因素 这两个因素 是非常非常重要 人有私心 必病 重生 什么毛病 都生出来 人不好学 计判断 我 一天到晚 打妄想 每一个人 打的妄想 不一样 于是 就有争论 就有矛盾 就有冲突 怎么能够 和目相处 我们是凡夫 凡夫 每一天 读经 研究 讨论 最情境的 目的 就是 建立共识 消除 我们的 妄想 咱们 逐渐 深入之后 自自然然 就能够 放下 自己的妄想 分别执着 随身 佛菩萨的教会 这样建立共识了 这个团体 才能和目相处 我们做的够不够呢 做的还是不够 比起 其他地方呢 是要好些 可是 我们要跟古代德相比 我们插得太远太远了 云文立扬 五欲六成 要彻底放下 我们四中同修 都要记住 放下之后 前途是一片光明 心底自然 清净自在 长生 智慧 不生 烦恼 由于好 自私自利 你就没有办法 不堕落 堕落在哪里呢 堕落在烦恼 忧虑之中 这个东西 障碍了你的智慧 障碍你的 父的姻缘 佛在经常常说 善根 父的姻缘 都没有了 所以这一句 他的道理 大道理 他的厉害 我们要生死 要细心去领会 古人 夫妇 一生 相尽如宾 家庭教育 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儿童 从出生 到六七岁 接受的是父母的教育 这个教育是根 六七岁之后 在清静老师 老师是从这个根上 帮助他 茁壮 开花 结果 今天 再好的老师 都没有办法教育 为什么 根没有 佛家的教育 还是从这个根 本上发展出来 没有良好的家教 你出家 佛也教不了你 所以说 佛法是四道 四道建立在教道的基础上 祝我要念古书 读中国的小学 这不是现在的小学校 是呀 中国的小学 就是所谓 怎样教育童子 儿童 同盟的教学 这是一个小学 特别着重在 能力的心 言语 知道怎样说话 父母 尊长 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都要给家里面的儿童 做好榜样 他都有责任的 随小孩 每天眼睛看的 耳朵听的 真的杂根 一生都不会改变 所谓是 少臣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 从小熏修的 我们到现在 这种年龄 才听到这些话 听了之后 能够接受 能够相信 能够思维 能够去奉行 这个是佛法里面讲的 过去生中的 善根 福德 我们这一生 没人教我们 我们过去生中 还是有这个根 所以接触佛法之后 听到佛的教诲 我们这个善根发现 这个善根不是今生的 过去生中的 还是有用 能起得了作用 善根 福德 深厚的人 善根是 听了 明白这些道理 这是善根 福德是 懂得之后 向往 一心一意 要去做 把它落实 这是福德 我们能够闻到佛法 能够做 古人的 书籍 这是 预言分 这个古籍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人要读书 要乏愤去读书 要明理 如何在这个时代 拯救自己 帮助别人 这就是菩萨思义 真正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所以从最基本的 伦理 落实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菩提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